近年在香港打正旗號和歐洲球會合作的足球學校越來越多 他們推崇以歐洲足球訓練模式教導時下的小朋友 究竟歐洲足球訓練模式是怎樣的呢 今集我們就請到車路士足球學校的技術總監山道士 講解一下車路士足球學校的訓練模式 車路士足球學校的訓練模式是怎樣的? 其實大致上和我生到小朋友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加入了體能和速度嚴格了很多 對於我們的教練和小朋友 認識了多的訓練不同的練習 對小朋友的練習都開心一點 有些新的東西給他們 要實踐教學理念 令小朋友學以致用 教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作為車路士足球學校的教練 又要具備些什麼條件呢? 我想我們車路士足球學校的教練 全部都基本上是踢過職業足球的 而且一定要有愛心 愛心對小朋友 而且在球場一定要給小朋友看 因為車路士有些教練過來 會和我們的教練交流練習的方式 他們也教了很多 亦給了很多教案 我們學到車路士的教法 參與得由歐洲球會主導的足球學校 小朋友當然期望有機會 可以在外國進行交流和集訓 但是機會其實又多不多呢? 我想名額我們沒有定 視乎他們可以讓我們派到多少人去 但是我相信他們去不到也不用失望 我們定期都會有英國的教練 來香港和他們做練習 我們學校都有些低收入的家庭 小朋友踢球是厲害的 我們都給了很多機會 他們來我們學校那裏練 踢我們的精英班 他紀律好 我們都會有機會帶他們去英國踢球 足球學校在教導小朋友方面的確需要花上不少的心思 在香港的市面上 同類型的足球學校現在已經有很多 似乎現在的小朋友的確是非常幸福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足球學校 都是球會性質的 你真的要進去踢青年軍 或者預備組 才有機會踢得那麼多球 還有有銀溪中心 銀溪中心都是給小朋友入選了 譬如球會那些小朋友有機會踢到 現在都很多足球學校 其實很多區都有機會 給小朋友去訓練 我覺得給了很多機會 他們是有機會踢到青年軍 足球學校的成立 的確製造了更多機會 讓市下年青人接受正規的足球訓練 足球學校的發展的確需要有明確的方針 至於一班付出了金錢給兒女參加足球訓練的家長 他們除了希望兒女可以學到足球的技巧之外 還想兒女有些甚麼得著呢 他不會說很大期望的將來踢甲組 或者踢球擋職業 最重要的是他在踢球的時候 學會怎樣做人 坦白說 我就希望他能夠跟著這班山Sir 還有其他阿Sir 除了學好足球之外 都學好做人 因為我其實都被他們 整天去做善事 或者其他活動都吸引到 所以 我很放心擺在這個學習中 我覺得這些學校 車路士教的小朋友教得很聽話 而且都很正宗 因為我很年輕人都很喜歡踢球 所以我和阿孫經常讓他們來這裡玩 我想都是灌輸我們那時候踢球 教小朋友的足球技巧 還有給他們機會去做慈善的工作 足球學校在香港的發展算不算成功 現在下定論都相信還是言之過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 足球學校除了提供到正規的足球訓練給小朋友 和青少年之外 還可以培養到他們身心的發展 英超的球隊 真的非常喜歡來亞洲掘金 好像利物浦一樣 繼續他們的亞洲之旅 另外去到七月尾 車路士也來到香港 參加英超的亞洲錦標賽 一群球星當然一定會來到香港 雖然未必見到艾辛 但很可以告訴大家 林柏達一定會來 因為已經答應了車路士足球學校 會在當幾天 和一群小朋友切磋球技 日後就肯定球場很熱鬧 但晚上一定是蘭桂方最精彩 出貨花